茶椒省位于柬埔寨南部 面积3563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99万 由一市九县走城 首府位焦登市 茶椒是柬埔寨最古老的省份 历史可追溯到古代佛兰时期 佛兰时就是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据史学家分析 今天茶椒省的乌哥波雷县 继佛兰晚期的古都 此地被柬埔寨普遍认为是高面文明的摇篮 茶椒的经济以农业 漁业 手工业为主 该省主要种植木树 花生 胡椒 芒虎等农产品 大头虾是茶椒省最富盛名的水商品 茶椒省还是全国优质 私储和水部的产地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茶椒地标建筑独立碑 这个也是柬埔寨标志性的建筑 在它的简壁上就有这个图案 国家宅市出茶椒四层区 市出茶椒四层区 到農村 空气 天空是特别的烂的 空气特别新鲜 因为它是浓业大陕 没有什么公园无缘 两边都是水稻农田 所以很多人在旁边修了那个燕屋 燕屋 燕屋就在铁城上 燕屋 电窝就这个东西做了 就在这个里面生散的 上面的燕子很多 然后就粘进去做了个窝 然后都要扒下来 一个这个要好几万美金了 继续赶路 叉交出来46公里 就快到这个靠岸了 电源南交界的靠岸 基本上是这个靠岸大楼 是免税店吗 大货车 货物贸易繁忙啊 这才是一个正常靠岸的现象 不像那个柴东 一天也没有一个车祸 它的经济是靠什么可想而知 是 5两天 2 3 5 5 5 大家好 我是浪子李树 现在我在茶交省 跟越南交接的这个口岸 这里属于柬埔寨二号国道的终点 柬埔寨今边来这里 132公里左右 回去吧 往回走 这里没有什么 这边 这里的赌场声音好萧条 早就关门了 这是实体赌场 实体赌场 没有什么声音 这个口岸没有园区 只有两个小型的赌场 也没有什么大一点的建筑 也没有这个口岸这里 怎么这么好看呢 两个赌场 两个地方再看就两个赌场 这个赌场还有人呢 还在上班呢 大西路 这个赌场还在工作呀 两个赌场 跟陆花 her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洋 感谢观看